今晚深喉嚨 有多深 化多深 人沒在村上 那邊也沒有人經過 二香翁下午 華麟市一名林小姐 將愛車停在停車格內 沒想到旁邊的農會大樓 磁磚剝落 頓時如下雨般的碎片 就這樣打在車上 讓車主又驚嚇又心疼 都已經破了 都凹下去了 對 凹下去 那個鐵已經破了 引擎蓋上還留著磁磚碎片 大小都有 板金被打出一個個凹洞 擋風玻璃也被砸出 好大的裂痕 連大樓旁邊的冷氣遮餘板 也被打穿好幾個洞 可見當時衝擊的力道相當大 這個農會姐姐會復取責任 再來檢視 看到安全問題 再來做整體的診訊 現場拉起風玻璃 避免再有破落意外 上次有驚無險 沒人經過 否則磁磚從八樓的高度掉下 可不是件開玩笑的事 記者廖維林群青 花蓮報導